《村上春树》 已经有了一定的年纪 但绝对不管自己叫大叔 是的 确实该叫大叔 或者该叫老爹了 毫无疑问 就是这样的年龄 可我自己不这么叫 若问什么缘故 那是因为 当一个人自称 我已经是大叔了的时候 他就变成真正的大叔了 女人也一样 当自己声称 我已经是大婶了的时候 他就变成真正的大婶了 话语一旦说出口 就拥有这样的力量 真的 我认为 人与年龄相称 自然地活着就好 根本不必装年轻 但同时 也没必要勉为其难 硬把自己弄成大叔大婶 关于年龄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尽量不去想 平时忘记他就可以 万不得已时 只要私下里 在脑袋尖上 回想一下就够了 每天早晨 在灌洗间里 洗脸刷牙 然后对着镜子 审视自己的脸 每次我都想 哦 糟糕 上年纪了 然而同时又想 不过 年龄的确是在 一天天增长 哦 也就这么回事吧 再一寻思 这样 不是 恰到好处吗 虽然 不是那么频繁 但走在路上 偶尔有读者 向我打招呼 要跟我握手 还告诉我 很高兴能见到你 每一次我都想说 我每天早晨 对着镜子 观察自己的脸 每一次 可都厌烦到了极点 在街角 看到了这样的面孔 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话虽这么说 倒也并非全是这样 假如这个样子 多少能让大家开心一点 那我就非常开心了 总之 对我来说 恰到好处 成了人生的一个关键词 长相不英俊 腿也不长 还五音不全 又不是天才 心想起来 几乎一无是处 不过我自己倒觉得 假如说这样恰到好处 那就是恰到好处了 这步要是大走 桃花运的话 只怕人生 就要绞成一团乱麻了 腿太长的话 只会显得 飞机上的座位更狭窄 歌唱得好的话 就怕在卡拉OK里 唱得太多 喉咙里长出细肉来 一不小心 成了天才的话 又得担心 有朝一日 会不会财思枯竭 这么一想 就觉得眼下这个自己 不也很完美吗 何况也没有什么 特别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能不紧不慢地想到 这样便恰到好处 那么自己是不是 已经成了大叔或大婶 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不管多大年纪 都无所谓 无非就是个 恰到好处的人罢了 常常对自己的年龄 左思右想的人 我觉得不妨这样思考 有时也许不容易做到 不过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生活无论发生的 未发生的 好的坏的都自有安排 无论我们在人生的路上 走到哪一步 都该是恰到好处 一切都刚刚好 因为过去的回不来 未来的未来道 只有脚下的那一步 才是最真实的 我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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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